本土、民主、反共 保羅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喂,大哥,今天幾號? 20號啦 喂,大哥,你交了節目月費嗎? 交了啦,你未交嗎? 喂,大哥,今個月交了月費 5月初記得幫我報名 5月23號至28號去myradio看現場版 呃,你幫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咯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嗎? 未交的話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好,歡迎大家來看第二節的合縱遺識 剛剛跟大家談了一些 關於一個新的學生組織 學生動員的一些理念 甚至乎他們召集人的一些 對於本土思潮的看法 就談談一些關於本土思潮的議題 這一節 怎麼說呢 近期這個黃司土 司土之鋒 這個黃之鋒 又罵了很多不同的公關事件 他都老屈說二九老屈說 倒不如協助他們融合 什麼什麼什麼 詳細是非不說 我們不要跟小朋友說是非 我們不要教他們 但是你們怎麼看呢 其實我不是說你們怎麼看 那些孜豐王在這件事上的發言立場 也是這樣說 其實你們覺得 譬如說單程證這個問題 我相信 即使你說獨立建國也好 還是一些本土思潮裡面 你必然要去探討這個問題 每日一百五十個單程證 你們怎麼看呢 你可以從他們有沒有需要 或者是他們的歷史 為什麼會有這個單程證的出現 或者是說 你覺得是否單單拿回的審批權就可以 你知道現在一個審批權 一個單程證值四百萬 你一天都可以有四百萬 三千多萬的收入 如果你真的賣出去的話 可以見過一大用途 三千多萬的人 你們怎麼看呢 由我開始接觸 港人治港 或者是一國兩制這個 term 我已經開始有質疑 為什麼一個專制的政府 可以讓我們實行民主 或者實行跟它不同的制度呢 所以我那時候已經開始有一點質疑 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我之後慢慢開始去想的時候 就覺得 根本這個一國兩制是一個騙局 他不單止 鄧小平說是 令到中國去追上香港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目的 我覺得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 希望 因為當時如果收回香港 根本是收不回 因為當時已經說要接收 所謂的主權要交到中國 現在很多人移民了 所以當時去接收香港 或者去殺人一國一制 其實是不可能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他想出這個一國兩制 其實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想透過五十年的時間 是消滅香港人的文化 或者消滅香港人那種的身份認同 之後他去殺人一國一制 是更加會有效率 所以我一開始已經開始質疑這個一國兩制 那當然 這個單程證審批權的問題 其實只不過是中共去赤化香港 或者去殺人 他最終目的 接管香港去殺人一國一制 其中一個手段 那你這個單程證審批權的問題 我覺得是必須受犯 因為你就算黃之鋒說 十年之後這個進行公投 那我絕對是反對 絕對是不同意 不是 他以正視聽 免得說我們節目 或者說我買Radio 屈他 他自己說他自己是講十年內的 但我有聽過他講十年後的 他說十年內 你明年也是十年內的 我說一百年內香港會港獨 你一百零一年之後回來找我 其實好像說不止是十年 因為他的論實真的很亂 他說三年又要做些什麼 好像清正那樣三年 做這個身份認同 五年又不知道做些什麼 然後十年之後才搞公投 就是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 十年和這個三年和五年 有否重疊的地方 他的論述是很亂 我真的不知道他想說些什麼 不要亂說 他出局說你屈他 對 我當他是 因為他真的說十年內 搞香港自決 我當你是 十年 每一天一百五十個單程證的名額 十年又是五十四萬個 對 五十四萬個來到香港 之後我們香港的那種 說真的我自己也是一個新移民 我是接受了香港的文化 接受了香港的價值 擁護香港的價值 我不是一個香港人 新移民的就沒問題 天琦 天琦都是用單程證審批下來 其實我覺得香港暫時有很多家庭 甚至說不少有本土意識的年輕人 或者是中年人 或者是不再年輕的人 他們未必是他們自己是單程證或者是新移民 可能是他們上一代已經是不新的新移民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對於一個本土思潮 其實這個血統論在之前爆發天琦那件事 再之前我記得已經有引起過這個網上大運善 但其實一齊已經平覆了 其實我也覺得本身新移民這個身份 或者這個身份是沒問題 但是你下來不是擁護香港的價值 或者擁護香港的文化的時候 那對香港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有一些的中國組織 就是地下組織是安排了他們下來 就是假結婚安排了他們下來 但是你是需要去投給民建聯 或者投給建制派 那我是聽到很多這樣的事情 甚至是我們親戚開始都有搞這些這樣的情況 那我都覺得 就是我了解到這樣的情況 他們是必須要他們申請下來之後 投給民建聯或者投給建制派 那我覺得非常之有問題 因為他們不知道香港是秘密投給制派 之後他們就得人恩那千年多 申請下來之後 他們就不知道什麼政治合場 投給他們 那這個對香港是非常之有影響的 因為你十年之後就有 五十幾多 五十四萬 五十四萬個新移民來到香港 到時候你才是搞這個自決公投的 那我們香港的 他們真的投一國一制 那你是不是真的接受 因為為什麼那些人經常說 香港的眾志沒有立場 就是他們完全把那波拋給香港人 就是你只是自決 那組織完全是對港獨 或者是怎樣去實行 脫離中共的那種殖民統治 是沒有一種堅決的立場 不要不斷說他們 讓他們特地開一個節目 今集是用來思遠 不要罵他們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他的立場 之後他十年搞自決 我們認為 你之後那單程證會一百五十個 將來我們香港人去自決公投的時候 投了一國一制 那你是不是真的接受 所以我們十年之後搞公投 我認為勝算是沒有那麼大 一定是 其實怎麼說呢 我覺得新移民這個terms 是有少少問題的 因為其實新移民 為什麼你會稱它為新移民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下來香港的方法 和其他國家移民來香港的要求 或者手續都未必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可能是走不同一條隊 所以即使你現在就是叫拿回這個審批權 之後都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討論 究竟你拿回審批權之後 是把它扔回到 跟其他 深圳河以北的人要移民過來 其實跟其他國家移民來香港 同一條隊 同一個方法 還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社會上需要去探討這個問題 尤其是即使你說要自決 我這個問題我也覺得需要去討論 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 另外其實新移民 究竟是不是必然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真的不會是說 可能近代的新移民就會是 我說說新移民的歷史就是 有一段時間 而且有很多香港男人喜歡回大陸去娶老婆 但是那時候不是說一種政治手段 只不過是單純他喜歡喜歡大陸的女人 去到構成他們的子女都喜歡回去娶老婆 或者他們的女兒喜歡回去找老公 這一類說是否單程性需要去家庭團聚 我覺得不是 如果家庭團聚不到 我自己的立場就不會覺得這樣需要給你們一個單程性 為什麼你不回大陸團聚呢 對呀 你回大陸團聚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這些問題都需要去探討 或者需要去研究究竟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那會不會說一個香港人和一個美國女人結婚 現在一個美國女人又可以憑單程證來香港成為一個香港人呢 那會不會有其他國家的例子可以參考呢 譬如說你和一個美國人結婚之後 會不會說你怎樣都可以變成一個美國人 或一個美國的社區號碼 我覺得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討論的 所以標準是需要去審視 不只是以家庭團聚作為一個唯一的標準 去審批他們來香港 那阿菲你對於單程性的議題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我這個中學的階段 我身邊很多的同學都已經是 所謂的是新移民 即可能是 我覺得新移民不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必要是關心香港 理解香港現在的狀況 但是 現在所謂的 這幾年的新移民是 即是可以由幾年前的中國矛盾開始講起 是很多的文化衝突 例如是 即是文字上 溝通上 他們不會故意去融入香港 即不是說我們不跟他們溝通 是他們不融入香港的生活 對 因為我讀中學的時候 可能 都有一些新移民學 由中一開始 我就聽過講普通話 中六開始畢業了 又是講普通話 那六年之間 你都不肯去學習香港的文化 那我覺得是 是有問題 即是其實例子有很多 這一兩年例子特別多 例如 可以一個新移民的家長 是 即是 投訴老師 為何不用普通話教呢 即是這些其實是 是有點過分的 對香港文化的一種衝擊 即是 如果你以一個移民來講的話 即是 為何一個地方需要去接納移民 可能是補充勞動力 或者什麼都好 但其實必要的 大家去討論這個審批權的時候 都要討論 究竟那個移民 會不會願意 或者有沒有能力 去融入本地的文化當中 即是我舉個例子 假設你想移民去美國 那首先你都要懂英文 即是你不會說我一句英文都不懂 然後 就直接給你移民去美國 很明顯地我們理解到 你是沒可能融入到當地的生活 但是 都有的 我都有看到網上有些帖文說 其實 很多移民 你不是說 幫助 不要經常說幫助移民 融入香港的生活 而是說 基本上他們都沒有想過 要融入香港的生活 其實是有的 是有些課程是廣東話 是有的 是有的 前提是他們有想過 要去融入香港的文化當中 假設我們有一日 真的有能力去重奪 這個單程證的審批權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把這些東西 放進去審批的過程裡面去審 究竟那個人是否有意願去融入香港的生活呢 我覺得大家需要自己去想一下 我們接下來就會退到另外一個議題